我发现这权益的特化是真的强了 只要看见能啃的一准是二话不说 上去就是一顿输出 要说这杜比亚蟑螂也算是个坦克了 奈何在权益特化面前 直接被任意蹂躏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这倒是可怜特化了 像之前这种小活都是让工蚁去做的 只有在工蚁面对战胜不了的猎物时 才就请特化帮忙 结果现在整个蚁群就剩这几只特化后 原来的将军却只能当成小兵用了 哎 好像激烈的战斗 让里面的另一只特化感受到了 他也出来帮忙了 好家伙 这俩直接把杜比亚蟑螂拉窝里来了 此刻上面还有两只体型更大的特化 正在驻足光看这次战斗 是一点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就这样 两只特化简直是将自己的武力发挥到了极致 每一口下去都让杜比亚看见太奶 此时杜比亚深知再照此进度下去 自己只正是难逃一死 于是他竟然应激了几几只致命攻击 某足力气向外冲击 奈何他却遇到了两个个头更大的怪物 不是 你们俩那么大的身板子来一下不行吗 救救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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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没人帮我自己来 哎呦 累死了 干不动了干不动了 另外大家都在问之前那只小螃蟑怎么样了 那必须是活的贼拉幸福啊 这家伙现在可能吃了 已经退了好几次皮了 而且吃的东西也终于能从小飞虫变成大蛆蛆了 我现在正在想这家伙也老大不小了 不然给他找个对象 然后在他们谈对象的时候再饿他们几天 我还真不信那雌螃蟑螂会把熊螃蟑给吃了 对了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家伙到底是雄是词